真实词记录系列报道 最近以来大家非常关心词记的财务是否透明化 其实在过去将近50年来的时间 每一位民众捐给词记的每一笔捐款 都可以在征信资料上查得到 而且词记落实一种专款专用的精神 今天的真实词记录 我们就带您认识什么叫做专款专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只要您曾经捐钱给词记 一定都会收到一张收据 那么目前词记将收据分成四个种类 也有四种不同的颜色 包含了粉红色的收据代表慈善 而且慈善还分成国内台湾慈善 以及国际赈灾的慈善 至于蓝色收据代表捐赠给教育置业 绿色收据代表捐赠给医疗置业 至于米黄色的收据则代表捐赠给人文置业 那么捐款人领到收据代表着 你的这一笔钱已经用在专款专用的户头里头 这一张收据不止可以用来报税 还可以为自己留下爱心的见证 嗨 家门 我来了 这一次的是不是 对 很多耶 感恩哦 收据款是慈悸志工与慈悸会员定期的互动 你要慈善嘛 对不对 而会员往往也是质问付出不求回报 我就是相信慈悸就是会把我们的每一块钱 运用到最妥善的地方 这个起红的 然后这个是 公开征信 专款专用 是正言法师创立慈悸 慕心慕爱 救助贫病不变的初衷 慈悸的基金项目有慈善 国际 医疗 教育 人文 民众捐款时自行指定用途 捐款后慈悸依法开立收据 以慈善基金为例 慈悸在社会救助有四大项 长期寄住 急难救助 居家关怀 以及房屋修缮 服务对象不分国籍 种族 任何一位民众都可以向慈悸各分会提报 要经过案组的同意 请他留下电话 还有他的住址 最慢三天就会有师姐去清房 请听关怀对象的需求 遍及生活物资 注册学杂费 医疗补助等 慈悸志工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全方位关怀为原则 比如说像我们的医疗的部分 我们其实还会分得很细 比如说有健保费 或者是我们协助按家购买辅具 其实我们的项目都分得 其实是还蛮细的 带动社区互助 敦亲慕林也是慈悸人的目标 我们要帮人家修筛 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的 我给你修理 我给你修理 因为他的同意 我们就是要有合约书 让他签名还是盖章 我们还要智慧里长 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会结合 他们互进的派之手 人人慈善 希望说我们能够带动社区 大家一起来做 补助是有形的工艺之初 心灵关怀则是慈悸志工无私的付出 平常我们出去到任何个地方 包括到花莲 到其他的地方去参加上课也好 或是去参与工作也好 都是自己付钱 那国际正在这个部分更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自费自驾 从捐款人到兼具志工身份 慈悸人往往更把握点滴助人的因缘 后来参与了之后 我完全能够相信 所以我们后面捐款 我更愿意捐 说我今天我刚好有去做访试了 那过来我也会跟他们讲 就说我今天去做访试 那你看你们的钱 就是给那些苦难人 你看你们的钱 你看到电视里面 他们喝的那一碗热汤 那一个毯子 都是你们的付出 面对每一位均款者 慈悸更珍惜他们的良善与爱心 大爱新闻里面秀林嘉惠台北报道 那照片